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林街 一年四季从早到晚 有各种叫卖的声音 街上的居民铺户 大人小孩 大学生 中学生 小学生 小教堂的牧师 和这些叫卖的人自己都听得很熟了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见过这么脆的嗓子 就像一个牙口极好的人 咬着一个脆萝卜似的 这是一个中年的女人 专收旧衣阑山 她这一声真能唱得千门万户开 声音很高 拉得很长 一口气 她把有字切成了油 破空而来 传得很远 旧衣烂衫稍稍延长 麦字有余不尽 由旧衣烂衫找来卖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画风单 我从此人的吆喝中知道了一个一般地理书上所不载的地名 板桥 而且永远也忘不了 因为我每天要听好几次 板桥大概是一个镇吧 想来还不小 不过她这出名可能主因为出一种叫画风单的东西 画风单大概是一种药吧 这药治什么病的 我无端地觉得这大概是治小儿精风的 昆明这地方一年能销多少画风单 我好像只看见这人走来走去吆喝着 没有见人买过她的画风单 当然会有人买的 否则她吆喝干什么 这位贵州老乡 你想必是板桥的人了 你为什么总在昆明待着呢 你有时也回老家看看吗 黄昏以后 直至深夜 就有一个极其低沉苍老的声音 很悲凉地喊着 必失药 隔早药 必失 急臭臭 昆明的跳蚤也是真多 他这时候出来腰脉 是有道理的 白天大家都忙着 不到快挨咬 或已经挨咬的时候 想不起买必失药 隔早药 有时有苗族的少女 卖羊眉 卖玉卖爸爸 玉卖爸爸 他们都是苗家打扮 戴一个绣花小帽子 头发梳得光光的 衣服干干净净的 都长得很秀气 他们卖的羊眉很大 颜色红的发黑 叫做火炭梅 放在竹篮里 下面衬着新鲜的绿叶 玉面爸爸 是嫩玉米磨制成的爸爸 昆明人叫玉米为包谷 苗人叫玉麦 下一点盐蒸熟 蒸出后 爸爸上还明显地保留着 拍制时的手指印痕 包在玉米的嫩皮坦克 味道清香清香的 这些苗族女孩子 把山里的夏天和初秋 带到了昆明的街头了 在这些耳熟的叫卖声中 还有一种是 椒盐饼子西洋糕 椒盐饼子名副其实 发面饼里面和了一点椒盐 一边烧厚一边烧薄 形状像一把老式的木树 是在撑上烙出来的 有一点油性 颜色黄黄的 西洋糕即发糕 米面整成 壮如莲蓬 大小易如枝 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放的是糖精 不是糖 这东西和西洋 可以说是毫无瓜葛 不知道何以命名曰 西洋糕 这两种食品都不怎么诱人 淡而无味 虚泡不识 买椒盐饼子的多半是老头 他们穿着土布衣裳 喝着大叶清茶 抽金糖叶子烟 泛滥周王传 流观山海图 一边嚼着这种古式的点心 自得其乐 西洋糕则多是老太太教主 买给他的小孙子吃 这玩意儿好消化 不伤人 下肚没多少东西 当然 也有其他的人买了冲击 比如拉车的 赶马的马窝头 在茶馆里 打阳琴说书的瞎子 卖椒盐饼子 西洋糕的是一个孩子 他斜跨着一个 腰圆形的扁浅木盆 饼子和糕 分别放在木盆两侧 上面盖一层白布 白布上一饼一糕 作为幌子 从早到晚 穿街过巷 吆喝着 椒盐饼子 西洋糕 这孩子也就是十一二岁 如果上学 该是小学五六年级 但是他没有上过学 我从侧面约略知道 这孩子的身世 非常简单 他是个孤儿 父亲死得早 母亲给人家洗衣服 他还有个外婆 在大西门外摆一个茶摊 卖茶 卖葵花籽 他外婆还会给人刮沙 放背 拔罐子 这也能得一点钱 他长大了 得自己挣饭吃 母亲托人求了 糕点铺的杨老板 他就做了 糕点铺的小伙计 晚上发面 天一亮 就起来烧火 帮师傅蒸糕 打饼 白天跨着木盆 去卖 椒盐饼子 夕阳高 这孩子 是个小大人 他非常静止 毫不贪玩 欲有唱花灯的 耍猴的 耍木脑壳戏的 他从不挤进人群去看 只是找一个阴凉 也人注意的地方站着 高声吆喝 椒盐饼子 夕阳高 每天下午 在华山西路 逼死坡前 要过龙云的马 这些马 每天由马夫 迁到郊外去遛 放了青 饮了水 再迁回来 他每天都是 这时经过逼死坡 据说 这是明建文帝 被逼死的地方 他很爱看这些马 黑马 青马 枣红马 有一匹白马 真是一条龙 高腿侠面 长腰袖紧 雪白雪白 他总不好好走路 马夫拽着他的脚子 他总是摇摇的 盯了提铁的马蹄 踏在石板上 呱哒呱哒 他站在路边 看不厌 但是他没有忘记吆喝 胶炎饼子 西洋高 饼子和膏 卖给谁呢 卖给这些马吗 他吆喝得很好听 有腔有调 若是谱出来 就是 搜搜拉 搜米瑞 胶炎饼子 西洋高 放了学的孩子 也觉得他吆喝得好听 爱学它 但是 他们把字眼改了 变成了 搜搜拉 搜米瑞 捏着鼻子 吹阳号 昆明人读饼字 不走鼻音 饼字和鼻子很相近 他在前面吆喝 孩子们在他身后模仿 捏着鼻子 吹阳号 这又不含什么恶意 他并不发急生气 爱学就学吧 这些上学的孩子 比卖糕饼的孩子 要小两三岁 他们大都吃过 他的胶炎饼子 西洋高 他们长大了 还会想起这个 捏着鼻子 吹阳号 俨然 这就是麦糕饼的 小大人的名字 这一天 上午十一点钟光景 我在一条巷子里 看见他在前面走 这是一条 很长的 僻静的巷子 穿过这条巷子 便是城墙 望左一拐 不远 就是大西门了 我知道今天 是他外婆的生日 他是上外婆家 吃饭去的 他妈已经先去了 他跟杨老板 请了几个小时的假 把麦胜的糕饼 交回到柜上 才去 虽然只是背影 但看得出来 他心剃了头 这孩子 长得不难看 大眼睛 样子挺聪明 画了一身 干净衣裳 我第一次看到 这孩子 没有跨着浅盆 散着手走着 觉得很新鲜 他高高兴兴 大摇大摆地走着 忽然回过头来看看 他看到巷子里 没有人 他没有看见我 我去看一个朋友 正在椅门站着 忽然大声地 清清楚楚地 吆喝了一声 捏着鼻子 吹阳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